其实哪个当家长都会非常心疼自己的孩子 但是这个心疼咱们也应该有一个限度才行 一方面是保护孩子不受到侵犯 另一方面就是不能太溺哀 前几天南京地铁二号线的车厢里 有三个七八岁的小姑娘非常吸引眼球 因为她们的出现让车厢一秒钟变成游乐场 好家伙 在这三个小姑娘眼里 地铁车厢俨然变成了游乐场 穿着鞋子在地铁的座椅上上蹿下跳 抓着地铁扶手左右腾挪 这三个小姑娘简直就是当年大闹天空的美猴王啊 从南京京天路站到上海路站半个小时内 一刻也没有消停过 这颗苦了一彻的乘客 劝了不听 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再玩一次吗 再玩一次 好吧 小姑娘玩嗨了 可是这几个孩子的父母呢 咦 就在旁边 在人家全然不顾周围一样的眼光 做的那可是稳如泰山呢 跟大伙说一下啊 香港的地铁不让吃东西 日本的地铁不让打电话 但是相比之下 咱们的地铁那可热闹多了 你看孩子们玩得开心 家长也非常的舒心 但是您怎么把功德心拉架了呢 就算没有功德心的话 这孩子们万一这么打打闹闹 发生点意外的话 你说这个责任该怪谁 言传身教 请你想想你做到了没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